猎豹刚刚补下猎物 一只猎狗就围了过来 猎豹放下猎物 做事驱赶猎狗 但是垂涎三尺的猎狗并未走远 游离在四周虎视眈眈 猎狗的嗅觉非常发达 很容易嗅到猎豹狩猎的痕迹 没过多久 第二只猎狗就闻着胃赶到了现场 形势变得岌岌可危 猎豹是出了名的战武渣 缠斗能力非常弱 2v2猎豹根本不是猎狗的对手 只能丢下猎物 灰头土脸的离开现场 事实上猎豹在捕捉到猎物后 身体非常虚弱 很容易被其他猛兽抢夺 不过猎狗千算万算 不会算到一个老六正朝他们杀过来 两只猎狗被吓得抱头鼠窜 没想到一向好吃懒做 投机倒把的猎狗今天栽了个大跟头 不过最惨的还是我们的打工豹 辛辛苦苦忙活半天啥也没捞着 好在猎狗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忙活半天都是给别人做嫁衣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